巧蜜每一天 中午的十二点钟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夜到九一点五中台湾广播电台 我是巧蜜DJ Cherry 最近这位歌手啊 其实已经有好久一阵子没有看到他 尤其是很多的歌迷朋友 都在期待他最新的国语专辑作品 那他的名字就是小猪罗志祥 而且呢 最近在他的Fastbook上面发现 他已经在进行录音的工作了 但是录音呢很特别 他录的是日文 继续收听夜到九一点五中台湾广播电台 我是巧蜜DJ Cherry 不知道你对这一首歌曲有没有印象 我对这一首歌曲有很高的共鸣感 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 Cherry迷上了日剧 漫画所改编的日剧 就是爱情白皮书 在当时呢 创下了空前的高收视率 而且木村拓哉等演员呢 在当年也入选了该年度日本最受欢迎的艺人 而且在日本首次播出的时候呢 这个收视率之高到现在为止 仍然是十大最受欢迎的偶像剧之一 而且日剧爱情白皮书 整个走的呢是一个纯爱的 青涩的爱情故事 也被称为是史上三大纯爱日剧之一 晚下散烂热 梦想的女生 但是现在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吗 听了这一首歌曲之后 不知道会不会让你有一种冲动 就是突然很想要为自己而活 这一首歌曲讲述的就是一个不甘做家庭主妇 同时也是一个义无反顾追求梦想的女生 要提醒我们大家 无论是什么身份什么角色都要为自己而活 永远都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这一首作品来自林又嘉的Runaway Mama 刚刚听到的是有感林又嘉的Runaway Mama 而这一首歌的作曲呢 加上制作人呢都是陶山 而陶山最近帮一组乐团呢 来制作整张专辑作品 是哪一组乐团 就是Man and the Children 小男孩乐团 他们目前呢是台湾的四人乐团 是由唱歌 俊凯 米妃 还有汉斯所组成的四人团体 那取这个名字是希望他们的音乐啊 对于这个梦想的部分 能够永远像孩子般的纯真好奇 同时互有想象力 而且也可以让生命跟梦想随时随地 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活力展现 其实还蛮喜欢他们的小男孩乐团 这一首好听的作品叫做放空 在上班的时间不要老是放空自己的脑袋 记得要永远跟自己的梦想保持一种距离 也要有勇气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实现梦想这一件事情是需要靠行动的 每天不是放空就是忙跟忙 这样子的人生有一点点小小的可惜 你说是吗 如果在忙碌当中想要让自己小小的生息一下 你知道吗 炎炎夏日最适合就是喝杯冰冰凉凉的好茶了 为饮品专卖店专门提供给大家高品质的茶饮 选择丰富还有限点限泡 就是要让大家喝到最新鲜好喝的台湾茶饮哦 包括了有最梅清绿还有鲜柠檬爱玉 以及台湾清茶还有清零香茶等等 都是夏季人气推荐好喝的 可以说是让你一口接一口哦 而现在呢 阿味饮品专卖店还有开放大家加盟哦 想要知道详细的加盟讯息 也都可以直接上网搜寻AWEAWE 直接上网搜寻阿味饮料专卖店就可以了 清凉的好茶 一边听着外婆的澎湖湾 任贤其诠释的2015年的版本 感觉就是好消暑 好舒服哦 让全部忍不住都很想要跟着一起唱 而这样轻快的风格啊 就是用一把吉他打到出这种民谣风的感觉 那接下来这一首清快风格的作品 也非常适合在炎热的夏天来聆听哦 但它在编曲上呢 就更精彩一点点了 因为它运用了日本传统乐器三味线 然后再加上雷鬼风来做巧妙的结合 这就是Monkey Magic猴子把戏 加上吉田兄弟一起合作的夏日情事 缓慢一点就能住进世界的美好里 樱桃旅社 欢迎收听这个礼拜樱桃旅社单元 这个礼拜的主题是漫游九州 我跟大家说过 其实用北九州free pass 就可以搭乘很多的交通工具 而从北部的博多啊 直到中末的别府温泉 也不过才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今天是礼拜二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别府温泉这个地方 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 可是大部分人来到这里 应该都是住一铺二十的商务或者是温泉旅馆 那因为cherry有特别做一下功课 因为温泉区的温泉旅馆 其实费用都不低 而且CP值不高 所以有旅游达人就建议想要省钱的旅客 其实是可以住车站附近的商务旅馆 然后再去泡百年的公共贪污 这是最划算的选择 所以cherry呢也就这么做了 那从我们的房间看出去 其实就是别府车站 应该可以从相片里头看得出来 别府温泉我觉得 虽然它是大温泉区 可是给cherry一种很老旧的感觉 其实整个别府都在冒烟 是那种冒温泉烟的那种烟 而且呢除了温泉之外 好像别府这个地方就显得单薄一点了 但如果你是热爱泡汤的人 还是建议你来一趟别府 因为这里的公众浴池非常的有名 而且是百年温泉的浴场 cherry想要把它保留到下次 跟京都的百年浴场一起来介绍 今天呢就带大家好好的来逛逛别府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温泉区的关系 所以这里的店家 好像都是五六点就休息了 而整个别府呢再加上绵绵细雨 给cherry一种老老的感觉 走在小巷里有老老的街道 商店街也是老老的 就连晚餐突然拜访了一家鰻鱼店 风格也是老老的 店里外的猫也是老老的 蓝蓝的 然后店里的装潢也是旧旧的 偶尔有邻居进来跟店家来聊天 也都是那种很居家的感觉 然后后来才进来的客人也是 感觉呢就在这个城市里面 融为一体了 就是有一种浓浓的复古风情感 而别府这座城市 好像就会发生很多鬼故事的感觉哦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cherry当时住的是一间便宜的 便宜的商务旅馆的关系 所以有一种毛毛的感觉 而这个主题就留到以后 樱桃讲鬼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相片 这一家碳烤鲁鱼饭 真的是比我想象中的还好吃哦 碳香味十足 虽然店里面没什么客人 不过在我们后来进来的客人要点白饭 却是一碗也没有了 只剩下面食 把这家好吃的鲁鱼饭 跟大家一起分享 不过总之呢 别府市区是一个很不像观光区的一个车站 这一点倒是让cherry挺吃惊的 今天看看别府温泉的相片 看看你这个地方能不能够吸引你来 如果你喜欢这种老老的感觉的话 今天去别府温泉车站 其实天气也是阴天 偶尔还下着绵绵的细雨 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绵绵细雨的阴天 所以一直给我这种老老旧旧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别府温泉是一个很有味道的地方 如果你喜欢这种老旧复古的感觉的话 不要错过 首播的歌曲来自我们的杨乃文 杨乃文time quick演唱会现场实录双CD而独家曝光的这一支全新单曲作品 可惜爱 现场演唱的版本就是今天要首播的歌曲 求金不求量的杨乃文 到今天才发行个人第一张演唱会现场专辑 他说呢 这张专辑跟录制全新的专辑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呢 有一种只许一次无法重来的感觉 发生的瞬间都是真实深刻 而且美丽的 这支杨乃文出道首张 严选了26首经典曲目双CD 远音重现了一张演唱会现场实录专辑 6月5号就要正式发行了 收录在当中 这一支独家曝光的全新单曲 可惜爱 现场演唱的版本 最近好多五六年级熟悉的朋友 就是熟悉的歌手 最近又回归唱片来发行专辑 也包括了这一位游鸿鸣 最近的游鸿鸣专辑当中的作品 叫做最远的身边 歌手是有多大的熟悉度 但是对他 对我来说 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能够唤起我青春记忆的歌手 因为他早其实是在 募集他明歌西餐厅主唱 就是自己年轻的时候 曾经在高中 也在在明歌餐厅里面打工过 但是当时他已经是 算是很知名的一位歌手了 然后呢 他最近呢 发行了这一张专辑 在2015年的3月 叫做最近的游鸿鸣 收录在当中的 单曲最远的身边 而另外这位歌手 其实在年轻的时候 我也常听他的音乐作品 他是黄莹莹 很了不起 63岁了 但是还是开了一场 非常成功的演唱会 确实现在没有去想听 但是确实有听众朋友 到现场去看 黄莹莹的演唱会了 还蛮了不起的 因为出道41年 终于攻进了台北小巨蛋 能去两天 其实是在5月16时期 在台北小巨蛋开唱 也非常的成功 那演唱会的名字 就叫做 留住你我的故事 不知道你对黄莹莹 这个女歌手 最经典的歌曲是什么呢 可能有人觉得是春光 有的人觉得是花言 巧语 甚至是枯沙 但对我来说 我对她印象最深刻的歌曲 就是你刚刚所听到的作品 叫做回心转意 好了 时间呢 来到了HITTO随身听的阶段了 来听听看 这个礼拜HITTO随身听 有什么样好康的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上个礼拜呢 跟大家分享哦 中部各乡镇的特产 对不对 这个礼拜继续带大家来 好吃好玩 要带大家继续走遍中台湾 寻找各地的特产哦 那今天Jerry要介绍呢 就是要带大家来品尝 又甜又香的哈密瓜哦 云林县的伦贝香 因为是位于浊水溪旁哦 所以肥沃的土壤呢 也让这里的作物特别的美味 而其中最出名的特产 就是羊香瓜了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哈密瓜 每年的五月到六月啊 是哈密瓜的产季 而且为了维持品质 伦贝的瓜农不喜成本 使用比较贵的栽种方式 所以啊 成本相对也比其他的瓜果类 还要再更高一点哦 而且啊 伦贝每年举办的哈密瓜节 总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 前往尝鲜哦 让大家就算不用到日本 买一颗好几千好几万的哈密瓜 也能够吃到非常优质的哈密瓜哦 老的口味是什么呢 甜的感觉咯 专辑其实呢 同样是大受好评 无论是实体专辑 还是呢 线上的这个专辑呢 其实卖得都非常的好哦 1989这张专辑 老老主打歌曲 叫做Shack it off 通通甩掉 如果有所有的烦恼的话 希望黑的91.5中台湾广播电台 唱名DJ Chirri 打好音乐 也可以带着大家一起甩开烦恼 它是阿亚卡 睽误了三年 推出了最新的专辑作品 三年呢 阿亚卡就是炫香呢 发行了全新的原创专辑 那这一张专辑里面 其实收录了不少之前呢 包括了《晨间日剧》 《花子语》 《安妮》的主题曲《红色》 另外呢 还有《数位限定曲》 《感谢的凝聚》 等多少知名广告 跟电视主题歌曲之外呢 其实我还蛮喜欢 收录在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 就是你刚刚所听到的 No End Hera Moe 莫文卫 小一个男生 这张专辑的时候 她才年纪轻轻的19岁 不但创效了 英国乐团最年轻的 冠军歌手记录 而且当时还勇得了 七国排行榜冠冠军 她就是英国的RMV天王 Craig David 克雷格大卫 这张专辑 Burn to Do It 天生好手 收录在当中 这一支非常好听的作品 Seven Days 来到了 Chall Me DJ Cherry 节目的最后一个段了 这个风格 其实呢 这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 吉他演张志成 他曾经也被称为是RMV小天王 在2002年来到台湾 发行他的首张专辑 May I Love You的时候 其实创下了非常好的成绩 当然隔年的这张凌晨三点钟专辑 其实非常非常的成功 里面呢有很多RMV的作品 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今天节目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 送上了作品凌晨三点钟 这张张志成在台湾的第二张国语专辑 收录在当中的作品 就叫做下次再见 下次在空张剑的时间呢 就是明天了 中午12点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hall Me DJ节目时段 紧接着就把我们的主持棒交接 给Relax DJ Aaron 预祝大家下午的时间工作愉快咯 Bye Bye Chall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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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